好了 鄉親啊 開車坐車 一定就要下這個安全鎖 下安全鎖有美國 包括這個管道角度 也有所做的這個姿勢 都會對安全造成很大的影響 像坐在那個傅家書座 他要打拔倒在這樣睡 這是車不對的一種行為 說這樣就算有下這個安全鎖 但是車如果燒爛 人一樣會噴出去 也有這個安全鎖 如果是離這個阿嬤棍太近 緊急動車的時候 也算到晚上做成嚴重傷害 車輛行徑中副駕駛很長 這樣子躺下來睡一下 就算你已經系好安全帶了 一樣是非常NG的危險動作 不可以太遠 也不可以太遠 大家就在肩膀這個滾頭的危機 這個肩部的安全帶 是要在你的手臂上方 阿嬤也要注意 要在腰部以下 你在的比較上面來講的話 等於說 你這邊來講的話 你下盤沒有辦法去拖住 跟你的座椅來做一個固定 另外安全鎖的管道 其實是可以了解的 脖子不舒服 那我就可以把他調整一下 往下一點點 駕駛人要考駕照 系安全帶 上車就一定要系安全帶 沒有系安全帶 那主管 主考官就不會讓他合格 京青市統計 開車上路 沒有下這個安全鎖 車禍第四月 是下安全鎖的二十二杯 問警察也不來抓你 死神就在等你了 所以說這個